直上直下 走颗星 两颗星 拐颗星 这个球很难走到直上直下 但是 总是问题多多呀 Steve Davis对于区域的感觉相当好 但是在线路上的一些判断 他现在的年纪已经有点 有点吃不消了 没有打好 这个球没有打好 以他的感觉 这个球应该会更薄一些的 没想到这个球打厚了 现在一直在做一些补救的测试 只能很轻的推 而且这个球即便打进的话 未来价位还是很难的 这个球没有认真描 因为在失误过后 其实应该很认真的去检讨这个事物 并且想尽办法去救这个球 他的信心不是很足 因为连续在出现 对 带球 看看带成什么样 也没打进 好运气啊 放带 过来看看 给Steve Davis留下的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年纪大以后 他们的手腕的力量都在下降 手指的力量也在下降 那么靠摆臂去打有些 你看都是发力球 对 靠摆臂的球 打的相对来说呢 就不太顺手 罗尔尔沙利文为什么那么准 就在于他的身体状况 还是在自己 巅峰的状态 这很不容易 人要不停的运动 不停的锻炼身体 才可以保证在他34岁的时候 仍旧有这个体能状态 纳杆横踩 Henry的架杆器 确实手腕上的力量 如果不足的话 光靠摆臂 那么在发力的同时呢 其实球杆很容易晃 对 而且摆臂的速度再快 也不如手腕抖动 对 来得快 这其实是一个频率问题 嗯 这个球感觉打四分 是不是会更顺手 两分呢 一颗星起来 一定走得到 但是就不一定走得好 但如果打四分的话呢 可能可以走得很好 但也可能会走过 那如果打四分 是叫另外的带吗 也是叫这个带 就是拐头过来打 那你看后面的连接上 就显然是有些问题 但这个球 如果它能补救回来的话 就也不错 这个stun向下一点 向后 向下一点 准度不够 就是说刚才的那个两分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未来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当然以Henry来说一定会意料到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说打一颗难度更大一点 因为他那个打四分腿要上台 但是右边台边有一颗球 就其实这个是比较别扭的 下反赛的一颗球过来 好厉害 好厉害的反赛 那么刚才那颗四分球就相对来说 腿会比较别扭 但如果你过的这一关 两颗星从两分的右边出来的话 滑向左侧的球台 如果滑得好的话 就是一颗进球 那么我相信进球拿到的话 他刚才那五分肯定不会失误 小球当中 他就有机会来做到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 那么如果做到了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 就是现在Steve Davis做的这颗球 如果刚才Hendry能够落到 打五分完了以后 能够落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这颗球基本上就被他拿下来 最关键的这一局 就是这一颗红球要不要的到位 当然还有就是挂开以后怎么样 漂亮 但是你看这个挂开更难 因为距离很近 只要你干头点点的到位的话 这个整颗谁都顶得到 所以如果这颗球Hendry抓到的话 那这一局球就是Hendry的 对 所以问题 往往最初的时候 是发生在你年轻时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发现 哎呀 我为什么不锻炼锻炼身体 这个有点像我妈经常跟我说 冬天啊 注意保暖 我说不能啊 他说你年纪大了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对 往往就是这种问题上出错 自己是意识不到的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没有娶那个高中女友呢 你不会意识到的 但也没错 就是在那个当时啊 毕竟人生和球还是不一样 球你是可以通过一次一次的反复 对 然后积累经验 可是生活是只有一次 人生哦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啊 对 他的精彩之处在于不可逆啊 对 所以我觉得他只存在于当前 看一下分数 回头 不是分数 你就看什么分吧 对 就是了 虽然是拿下了这一局 但是 你给对手一种示弱的感觉 感觉 对手一样的感觉 感谢了 对手一样的